第八章 玉卓 杀戮场大厅 罗锋正和红 雷神 坐在那议论之前的那三场战斗 不得不说 和那女舞者的一战 对罗锋打击的确很大 恕不怕 可怕的输得这么惨 这说明 他罗锋 离同街中最顶尖水准 还有很大一段距离 比他强的 肯定有很多 嗯 罗锋眼角余光 看到一位杀戮场工作人员 朝这个方向走来 咦 雷神也是朝两边看看 周围就他们三人而已 似乎是找我们的 红低声道 杀戮场的工作人员 是一名精兽 彼此尖尖的男子 他微笑着道 三位先生 楼上有一位静心室主人 请三位 静心室主人 罗锋一惊 和旁边的红 雷神交流一下眼神 大厅中 是很多被重点培养的精英们 训练场所 而静心室 就是私密性极高的房间 很多强者都专门 长期租下一个静心室 而静心室主人们 最起码一般都是宇宙级 除非极少数钱多的荒的人 前面带路 罗锋 红 雷神三人起身 好的 工作人员在前面带路 很快沿着旋转楼梯 来到二楼 一楼那是无比宽广的超级大厅 二楼就是幽静的美丽迷宫 在迷宫中有一个个静心室 很多宇宙级强者 乃至于御主存在 甚至于高高在上的戒主 都在其中 在黑龙山帝国 戒主堪称最巅峰的武力 可平常戒主都是在虚拟宇宙 潜污大陆活动 而非黑龙山岛屿 毕竟黑龙山帝国 江玉游的戒主大少太少 能够经常在虚拟宇宙 见面的更少 他们自然愿意去潜污大陆 那里 才强者如云 就是这间 工作人员微笑地站在门前 轻轻敲门 近来 浑厚声音响起 门推开 工作人员恭敬行礼 先生 我已经将三位客人带到 随后工作人员就退离下去 而罗锋和两位兄长 则是仔细看着静心室中 已经站起的 一名体型无比魁梧的汉子 全身青黑色 仿佛钢铁柱就是的 三位 进来吧 魁梧汉子说道 罗锋 红 雷神三人也不拒 直接步入这静心室中 步入静心室后 整个静心室似乎一下子亮堂了 罗锋看着眼前的魁梧汉子忽然一惊 这魁梧汉子穿着的战袍 左胸前是一枚勋章 勋章上的图案是 滔天的血海上 有两颗星球悬浮着 宇宙二星佣兵 二星 天啊 罗锋完全震惊了 要参加宇宙二星替兵考核 其中之一的条件就是要达到御主实力 所以宇宙二星佣兵最低是御主 甚至于有可能是戒主 御主强者 这是什么概念 如银兰帝国 如卡罗帝国等等的 宇宙初等文明帝国 是不敢招惹一位御主的 他们是可以画出一块区域当主人 且能够受到宇宙承认的强者 如果说宇宙级强者们 能够毁灭地球 是需要一次次攻击地球 那么御主只需要一拳 浮散攻击在海洋 引起大洪水 就能淹没整个地球 引起大灭绝 这就是御主 足以令宇宙初等文明帝国 精颤的超级存在 当初的囚龙星主人 也只是一位御主而已 而眼前这位 比一般的御主都要强谢 见过大人 罗锋 红 雷神三人 相继一眼后 同时都略显恭敬地说道 对强者尊敬 这是宇宙中公认的礼节 我已经观察你们 超过一个月了 魁梧汉子看着罗锋三人 露出一丝笑容 你们自进入杀戮场后 每天都来杀戮场训练 没有一天停止 我说的可对 罗锋一惊 最起码是御主的强者 观察几方三人 超过一个月 罗锋转头看了一下红 雷神 雷神 他们同样处于震惊中 可是 我不明白 你们为什么一直待在杀戮场 偶尔在杀戮场还好 长期待在杀戮场 那就是浪费时间 魁梧汉子 疑惑看着罗锋三人 浪费时间 罗锋眉头一皱 什么意思 雷神也皱眉 红则是陈就看着对方 难道你们的老师 没有告诉你们 最快的进化方法 最快的提高方法 就是在生死中进行修炼 魁梧汉子疑惑反问 这我懂 雷神说道 红 雷神当然懂 地球上强者涌出最快的时代 是大涅槃时代 和使用木牙经时代 当初大涅槃时代 短短数年 人类从原本弱小的地步 瞬间不断进化出大量强者 乃至于行星级的强者出来 而数十年后 木牙经被发现 也催化出一批强者来 懂 你们还留在杀戮场 魁梧汉子反问 这也是生死战斗 也是无比艰险的战斗啊 雷神说道 错 错得很离谱 魁梧汉子笑了 笑着摇头 看来你们没有老师 或者说你们的老师水准很低 罗锋三人都仔细聆听 一位御主强者 能跟他们三个说些话 是他们三个的运气 知道为什么生死间战斗 会实力飙升快 顿悟快 进化快吗 知道原理吗 魁梧汉子看着三人 罗锋三人都摇头 这原理他们还真不懂 魁梧汉子感慨到 生死间有大恐怖 生死间有无穷动力 就好像面对次向眼睛的针会情不自禁闭上眼睛的条件反射一样 在面对死亡危机时 身体内的每一个细胞都会条件反射一般挣扎起来 乃至遗传物质都会加速进化 生死间的恐怖 令身体乃至灵魂都会达到人为无法达到的巅峰进化状态 在这种状态下 人更加容易领悟 更加容易进化 更加容易提高实力 罗锋 红 雷神三人完全屏息 这是一种条件反射 或者说是生命反射 在面对死亡时 生命会发出来自最深处的最强烈挣扎 人们苦修数十年无法突破 或许一场死亡危机就令他突破了 魁梧汉子看向罗锋三人 生死间有大恐怖 有无穷力量 这就是无数强者去冒险 去生死间战斗的原因 罗锋心中喃喃念叨 生死间有大恐怖 有无穷力量 红 雷神也处于思考中 强者 我说的强者是宇宙级 狱主 戒主 乃胜传说散的不朽 魁梧汉子郑重道 超过99% 都加入宇宙拥兵联盟 都进行生死冒险 巨幅斗舞场 无比残忍的斗舞场 每一场生死战斗 必有一方死亡 如此斗舞场 却能够无比盛行 就是因为 在生死刀锋上冒险 走进化最快的一种方法 宇宙中的强者 又有几个不是从生死战斗中 一路走过来 魁梧汉子看着罗锋三人 所以 我很疑惑 你们三个为什么一直在杀戮场浪费时间 偶尔在这几天 算是训练 可是杀戮场中的战斗 是训练 有老实效果等等 却无法起到生死间战斗的效果 因为杀戮空间 决战空间 就算死亡 也可以瞬间复生 这是虚拟宇宙 根本无法让你们的生命 感觉到死亡危机 自然无法达到进化效果 罗锋 红 雷神三人 完全明白了 为什么这么多天 经历这么多血战 特别是在杀戮空间 他们三个都设定出很多强者 令他们杀得无比激动 可是 三人身体进化效率 依旧和过去一样 红依旧是行星级九阶 罗锋和雷神的身体 依旧没进步 或许技巧 经验上进步了 可本身身体基础 却没多大进步 对 虚拟宇宙中的死亡 没有任何威胁 让人感觉不到危机 毕竟是虚拟世界 死了可瞬间复生 当然没那种真正的心惊胆战 心慌 惊恐 愤怒等等情绪 罗锋暗道 同时心中连吼道 巴巴塔 喊我干嘛 意识中 巴巴塔小声道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这些 在杀戮场长期待下去 是浪费时间 不能怪我 你已经有金角拘瘦身体 所以你根本就没有瓶颈关卡 你可以不断提升 直至达到戒主巅峰 何必去进行生死冒险呢 虽然进化提高更快 可是死亡率是很高的 等你实力更高点 再去不迟 我是没事 可大哥二哥呢 罗锋问道 他们 呃 没生死威胁 恒星级算走道顶了 巴巴塔说道 道顶 你为什么早不说 罗锋这才明白 在杀戮场 是在浪费红河雷神的时间 主人给我的任务 是培养你 而不是培养红河雷神 等你实力高点 可以去生死冒险 我到时候会提醒你的 反正对红 雷神也没多大损失 培养计划 一切以你为重 巴巴塔这次说的无比干脆 当罗锋心中感到 溃欠红河雷神的时候 生死冒险 红河雷神眼睛都亮了 难怪我一直无法突破关卡 达到恒星级 红低声道 生死冒险 是的 那是适合我的生活 总觉得安逸日子没机 情 身上没劲 原来是这样 雷神也是双眸发亮 老三 准备一起去冒险播 雷神看向罗锋 而这时候 旁边站着的魁梧汉子微笑道 生死冒险 这是每一个强者 必须经历的旅程 一次次突破生死关卡 一次次超越自己 这才是强者之路 不过在这之前 我得提醒你们一点 身体基础的重要性 不同的血统 净化效率不一 有些人在生死间容易净化 有些人在生死间 净化难度也比别人高很多 有些种族 成年可以成恒星级 乃至宇宙级 乃至玉主 这就是血统 看 这是表单 将人类血统分成十等 你们先看看 你们的血统大概是哪一等 或许我能可以让你们净化之路 少走很多弯路 魁梧汉子微笑说道 指向屏幕 屏幕上刷的出现了一副表单 屏幕上刷的出现了一副表面